今天第九次上課 第八次上課教了什麼東西 基本上就是把台電的題目 把它稍微做個Ending 所以幾個重點 包括郵遞區號要把它反查 從郵遞區號要查哪個縣市 當然你需要有一個對照的表格 不過郵局提供的表格 其實它沒有正規化 正規化當然就是 你上面一定要是欄位名稱 你的資料就放下面 可是它就是放得很隨性 好像就是用人工的方式 所以你會發現像這種 沒有正規化的表格 其實是最麻煩的 因為你必須要把它改成正規化 才能夠做查詢的動作 不然的話真的還麻煩 很麻煩 如果你正規化之後的話 你用V-Line數查詢基本上就簡單了 另外的話 上個禮拜我們還利用 室友分析表統計 各個縣市用電的前10名 這個當然可以看出來 有幾個縣市 異常 應該不能說異常 就是用電的狀況 好像特別的明顯 不過一查 比如說一些科學園區吧 後來我發現 我查了一下 就是工業用電 其實佔台灣的比例相當高 後來發現 查了一下 工業用電大概百分之六十 接近 好像我記得五十七吧 那民生用電 其實只有佔百分之十七而已 那個數量不到兩成 所以其實用電最多的 其實一般民生用電 其實沒有那麼多 所以如果會缺電 其實大部分都是工業用 那因為我前面講過 因為我印象中 像半導體 像光雕機 它其實只要 它要運作起來的時候 用電是非常的兇 尤其是奈米越小的 耗電量越高 所以未來如果要三奈米 兩奈米、一奈米 那不得了 以後電一定不夠 那不夠其實主要 並不是民生用電 所以我們其實假設很省很省用 還是不夠 因為我們用的 好像只佔百分之不到二十 所以從台電給的資料裡面 如果你想要再更深度了解 大概用電結構的話 也不妨可以再去分析 我們只是說 只要練習 如何利用台電的開放資料 然後把它抓下來之後 用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再來的話 我們主要是利用樞紐分析表去做統計 那其實前面講到樞紐分析表統計的時候 其實除了用人工的方法 其實樞紐分析表用人工的方法 其實很簡單的 但是如果你要大量使用樞紐分析表 你其實可以用程式來寫 只是說你要把它變成VBA程式的時候 就是裡面的話有很多細節 可能要特別小心 比如說你第一個 你不會寫樞紐分析表的程式的話 那我是覺得VBA Esser裡面它提供了一個比較彈性 就是你可以錄製 但是錄製的話 其實你不能亂錄製 因為你會發現 坊間書籍講這部分 其實沒有講得很有系統 那我覺得如果說你將來 你要錄製聚齊的話 第一個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步驟 比如說第一個、第二個、第三、第四個 可能最好彩排一下 最好如果可以的話 把它寫下來 你每個step 統統把它寫下來 然後呢 你要做錄製的時候 就按照那個step 千萬不要多也不要少 反正就按照那個步驟 那錄下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把那個你的步驟 把它加到程式裡面 把那個程式錄下來 到底哪一些把它註解一下 那主要原因當然就是說 第一個 你可以知道說 你錄下來的程式到底要怎麼寫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趁這個機會可以學習 那第二個的話 當然你要去找說 有哪些程式可能是多的 像我們上禮拜好像最最最重要 我有講過 樞紐分析表錄完之後 其實最需要改的 第一個 就是它每次新增工作表的時候 名稱都不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把工作版名稱給刪掉 就好了 其實刪掉之後其實就可以亂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 裡面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但那個問題就是你可能要換一台電腦 才會發生 就是它的版本 所以裡面有兩個參數 叫什麼 Version 冒號等於 比如說好像上禮拜是7 那個我建議把它刪掉 因為那個版本就是可能固定的話 你將來換一台電腦 它就會出現問題 OK 其他還有像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錄下來之後 可以再把它做精簡 那最後把它整合在一起 也就是盡可能達到全面的自動化 也就是你如果一個動作 可以完全不需要人工的方式 就可以把這件事情給解決掉 OK 那這個的話 細節可怕還是要回效實作 因為其實細節真的還滿多的 那今天的話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所以今天的部分 我們預計 我本來是想說 就是再來看Jetson 不過我看了一下Jetson 難度其實如果跟 後面這個抓網頁上的資料比起來的話 好像似乎有點難度又比較高 然後前面我們已經用到那個 一個物件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 其實這個query table的物件 其實相當好用 尤其配合CSV 那真的是太方便了 程式又短 然後效率又快 其實也沒什麼好挑剔 而且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如果你跟那個python比起來的話 其實也沒什麼差異 因為python也是這樣抓資料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要抓資料 query table其實是一個滿好用的物件 那他除了可以抓CSV之外 今天順便講一下 他也可以抓網頁資料 OK 那網頁資料的話 其實相對起來是比較複雜 不過有一些比較基本的網頁 你去抓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不過前提是說 他必須要是一個table 所以如果將來你的那個 要抓的那個網頁 他必須是標籤名稱是table 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是標籤名稱是table 有的時候你可能還是要看一下網頁的原始 不然的話你不會知道說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table table就是表格 那以前的很多表格 像Yahoo股市 以前好像很多人就是想 抓到Yahoo股市好像都沒問題 可是後來你會發現 奇怪為什麼Yahoo股市 我就不能用creditable抓了 其實原因很簡單 你們如果到Yahoo股市看一下 他的背後原始碼 他就不是用table 他故意改了 他改什麼呢 改DIV 也就是說他故意就是 我覺得他有點防止別人 因為他可能不想要讓別人 一直用ecel直接抓 因為這樣會讓他的網站的loading很重 所以他可能想盡一些方法 防止人家去抓 所以如果像Yahoo股市這樣的網站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用別的方式去抓 就不能用creditable 所以喔 假如啦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所以今天也許我們先延伸來看 如果他資料是表格的話 那我怎麼知道是不是表格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 先打開一下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蠻普遍的一個案例 就是因為可能每 常有人會經常性的去買那個樂透 有沒有 然後想要買一個希望有沒有 可是問題要哪些號碼應該是最有機會的 所以就會想要算一下 算一下的機率 算一下可能發生哪一些是最高的有沒有 那至少啦 當然我們如果只是想要知道一個簡單的答案 比如說歷年來 歷年好像… 我也不知道歷年 那個大樂透到底開出來的號碼 哪一個號碼是最多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當然第一個 你是應該需要怎麼樣 先把大樂透歷年來的號碼全部都抓下來 可是問題來了喔 你怎麼知道大樂透歷史資料在哪裡 後來我就Google了一下 而且發現你們Google這個關鍵字 大樂透歷史 真的有找到耶 而且還蠻多的 所以你們其實拿這個去搜尋 然後這邊會… 當然這邊有出現 這邊就有樂透雲了 所以後來我發現還有別的啦 只是說我發現這個樂透雲 它其實蠻適用Qtube來抓的 而且還不算太困難 所以也許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因為跟那個CSV上個禮拜 那個Qtube其實蠻類似的 所以我們就是先來看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二單元這個好了 那我們以這個例子來看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開啟第二單元 這個Qtube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搜尋結果 就是樂透雲你把它點開來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首先的話它的陳列方式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它有幾個欄位 有四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就是日期 日期在這裡 第二個欄位就是它的重條號碼 你會發現固定六個欄 規則應該是1到49號 特別號再來是註解 這個可能空的 它最近的一期應該是5月2號 5月2號 5月2號就是昨天 開啟號碼在這邊 然後再來就好像都2525開完 禮拜二、禮拜五、禮拜五、禮拜五 OK 然後4月、3月 你會發現這個資料 其實如果它放在同一個網頁 其實當然OK 可是問題它故意把它分開來 為什麼 因為如果假設沒有分開來的話 這個網頁恐怕要跑很久 因為歷史資料太多了 所以它就特意把它切割成70個頁 所以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希望把第一頁到第70頁的資料 全部抓到Excel的話 那當然 你看點這個1的時候 它上面的 這個時候順便觀察一下 上面的參數其實會有一個問號 前面有一個什麼什麼 點ASP 這個就是它的 那個server的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的技術是點ASP 問號就是傳遞參數 參數的名稱好像應該有幾個吧 一個是indage page等於1 and第二個參數是order by等於new new的話應該可以猜出來 應該是由新的到舊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固定 一個傳參數的方式 這邊一般來看 這個東西 它有個專業名稱叫UIL 應該各位有聽過吧 UIL UIL其實就是網址的意思 這個網址裡面 如果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內容會變動 那怎麼變動 原來它是從UIL上面去傳遞參數 那以這一支程式來看 它傳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哪一頁 有沒有 就是indage page 那另外一個參數是order by 從新的到去 那其實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如果今天要第二頁的話 那其實我們試試看 如果點第二頁 比如這邊第一頁 第二頁點下去的話 它其實 主要的變動 就是把上面UIL的參數 改成二就好了 所以它傳參數 就改二就第二頁 那同理可證嘛 如果第三頁要修三嘛 那到七十那就剛好 所以喔 如果我希望可以把總共七十個page的資料喔 全部抓下來 抽下來不是叫C、C、C、V 如果你C、C、C、V 那你可能要做74才能貼到Excel 但如果說我今天不希望 用C、C、C、V的方式來抓資料的話 其實我們是可以寫個回圈 這個回圈是for i 等於1到70 70個配線 然後再來下載 所以你當然可能要先幾個步驟 第一個的話你要先知道如何下載第一個Page 所以如果第一個Page就OK 那其他的Page 你就是把它裡面的Page InnetPage後面的這個數字 把它改成一個i的變數 讓它每一次變動一個資料出來之後 變動完之後接下來把它抓下來 那抓到哪裡呢 當然我們就把它放在Excel就好了 這樣不就可以不需要用C、C、C、V 也可以把資料通通抓下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那我怎麼知道說這個東西 這個是不是一個表格 還是不是表格 那我怎麼知道 其實跟各位講 可能你們慢慢習慣 當然如果你想知道 這個網頁背後的程式 其實是HTML 你可以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這個就是它背後的 這個程式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標籤 那所謂的標籤一定是小於開頭 後面一定是一個標籤名稱 那如果是Table的話 那表示這個是可以用C、C、V 不過我不建議你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因為這邊行數太多了 光看這些你可能塗暈了 對不對 而且很多同學可能 以前如果沒有接觸過網頁編輯啦 或者是那種原始碼的話 那應該會看得很辛苦 所以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我比較習慣是用那個 就是空瀏覽器 那只要在這個表格的 左上角儲存格 基本上就是日期 上面選起來 然後我如果想知道 它這個結構是不是Table的話 我就選它按右鍵 這邊有個檢查 那各位可以看到 檢查的意思就是 我跳到這一個日期 它背後的原始碼 你會發現它跳出來 它會告訴你說 這邊跳的應該是這一塊 不過不會很明顯 那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那它這邊有個標籤 特別說小於開頭 後面T、T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T、T其實就儲存格 T、R就是 T、R、R都是RAW 就是列 TableRAW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 往這個方向去追蹤的話 往上的話 你會看到 它的結構就是 一個Table 上面有一個Table 所以如果你看到 T、D 它的結構一定是 一個表格 然後呢 裡面當然有一層TBody TBody 就是再畫一個 反正就是表格 裡面有一個 表格的身體 然後加一列 一列應該是這一列 就是T、R 就是T、R 那T、R裡面的話 第一個儲存格 就T、D 就這一個 所以你看喔 T、D裡面 後面會加一些 Class 就是它的樣式 Style 就是它的類型 OK 然後底下一些參數 這個暫時不知道 沒關係 然後裡面就放它的文字 有沒有 就日期 那下一個儲存格 其實你可以看到 下面這個 也是T、D T、D就是這個 那你儲標放這邊 你會發現它其實也會把那個 你現在儲標放的那個 這個東西指的就是這個 它也會前面有一個變化出現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來觀察這個網頁 你會比較容易 不然的話 你看那個原始碼 真的會看得很頭暈 所以記得你可以慢慢習慣 那關閉這邊右邊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這邊有一個關閉 OK 這邊也關起來 記得喔 我的習慣是日期按右鍵 然後檢查一下 它這邊會出現 那可能將來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觀察 到底你這個網頁背後 它的一個構成的狀況 那你說 老師那為什麼那個 Yahoo!股市不能抓 其實你們也可以查一下 那個Yahoo!股市 比如Yahoo!股市 像之前好像蠻多人喜歡抓那個Yahoo!股市 那Yahoo!股市 這個資料 比如說它想要抓那個大盤資料 那這個當日行情好了 當日行情的大盤 那裡面 比如說想要抓 它的那個 某一個類骨 當日行情 某一個 它的類骨 按照類骨 比如說水泥類好了 水泥類裡面的資料 那比如說其中一個 它這個資料好像又改動了 好 我看一下水泥類 比如說像這個資料裡面 我想要知道它這個架構的話 它這好像又改變了 它這個 那當然你可以按滑取右鍵 比如像這個其實它就不是一個表格 按右鍵 然後一樣可以去檢查 那你會發現 它現在新的版本好像就不用table 大部分都用DIV 那DIV的話就是一個板塊 反正一塊一塊的 資料就放上去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DIV去分割資料的話 就是做版面配置的話 那你要抓這個資料就沒辦法抓了 所以它其實現在新版的 有些網頁 可能用那個DIV就沒辦法 那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網頁其實還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大概了解一下這個需求 那其他還有哪一些可能需要知道 第一個就是 在我們的雲南白板上面 或者你們講義裡面 你們可以看這邊 打開第二個單元 那當然裡面會牽涉到幾個相關的知識 包含我們剛剛看到原始碼 那個原始碼就是叫HTML 那什麼叫HTML 假設你完全沒概念的話 我建議你先把HTML的基礎 底下這個有點像電子書 先稍微看一下 什麼叫HTML 這邊有啦 其實簡單講就是這個language 就是網頁背後的語言 那它到底怎麼組成的 底下這邊其實有個表 我覺得還滿清楚的 有沒有 它用tag tag就標籤 有頭有尾 裡面放資料 整個叫做element 就是一個元素 OK 那這個大家先知道一下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的話 之後你要抓取網頁資料 就相對比較簡單 因為網頁本身你看到的結果 是因為瀏覽器幫你轉換過的 看得懂 但是實際上背後我們要抓的時候 是抓原始碼 這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 OK 先試一下 底下還有一些相關的東西 那待會我們就是來想想看 怎麼樣透過這個creditable物件 來抓取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那理論上我們會先抓一頁 再抓多頁 所以如果你假設能夠先抓一頁的話 那基本上其他頁面應該都OK了 那我們先抓第一頁 第一頁的話我先開一個空白的 你們待會也可以練習一下 新增一個空白的 那你就在開發人員裡面 在這邊我先把這個先關掉 OK 那第一個的話你們可以先練習 開一個空白 裡面按右鍵先插入一個模組 那模組裡面的話請你把 我放在雲端白板第二單元 就是應該第幾頁 第四頁的地方 這邊有個叫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OK 那這個是一個範本 你把它Ctrl-C Ctrl-C之後的話呢 你把它貼到這邊來 OK 貼上 那當然也是要填空題 填哪個填空 總共需要給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你的網址 UIL 有沒有看到 這個有沒有似曾相似的感覺 之前我們Csv的時候 他這個參數叫什麼 還記得嗎 有沒有 Text Test 這邊叫URL URL意思是什麼 王址 所以在分號後面跟雙領號中間 就是要給它王址 那王址請你把我們的第一個頁面 所以你就找到index-page等於1 and-order-by等於new 把它複製一下 把這個網址直接貼到 URL分號的後面 記得喔,在雙引號跟分號之間喔 好,這樣的意思 好啦,你幫我抓一下這個網址 OK,所以第一個參數 請你把我們雲章白板的 第四頁的範本先貼過來好了 第二個的參數就是這邊 有個叫web tables 什麼叫web tables 以意思就是說 請問一下,你這個網頁裡面 我要幫你抓裡面的第幾個表格 所以後面的話,這個第二個參數 就是給第幾個 那我怎麼知道第幾個 所以接下來喔 關鍵的地方來了 我們接下來必須要去 到那個我們剛剛的樂透雲這邊 剛剛這個樂透雲 那我想知道說 這一個表格到底是這個網頁裡面的第幾個 那我怎麼知道第幾個喔 首先第一個 我們一樣按滑鼠右鍵 我希望選這個按右鍵檢查一下 當然啦 如果你要算的話 你可能就是 反正一定是 標籤的結構一定是小於開頭 那後面一定是table 所以呢 如果喔 假如你看到這個標籤的話呢 那表示說它就是一個表格 也就是說這個網頁裡面 其實有很多是表格的結構 可是問題喔 我們主要想要知道說 那到底這個標籤在整個網頁裡面 它是第幾個 那我怎麼 如果知道第幾個的話 我就把第幾個數量告訴它 它就會讓我把資料抓下來 那你如果老師我不知道咧 其實如果不知道它有個方法 你就自己亂先填嘛 你這樣踢第一個 我們來實行看看 它會刷第一個 刷下來 第一個出現 有沒有看到 那你說老師這個 怎麼手機繁體簡體 這什麼意思喔 你可以看一下喔 它這個其實就是 有沒有繁體 我看看 再把它關一下 這個是它第一個table 所以你如果改成2 它可能下面一個 可是你說老師 那這樣我試到什麼的時候 再教個方法 我的習慣是這樣 檢查一下喔 然後呢 用尋找的 所以請你喔 檢查 反正你在這邊按右鍵檢查 教各位一招 我自己個人習慣了 Ctrl F Ctrl 加F 就尋找啦 就是Ctrl F 你會把他按Ctrl F 這邊會跳出一個 可以讓你輸入你要尋找的東西 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 我們要找什麼 找哪一個table嘛 所以你就把這個標籤 輸入到這邊來 它就幫你找了 我們來輸入一次喔 Ctrl F 然後小於符號 加table 你會發現Ctrl F之後喔 然後輸入這個標籤 各位看一下 右邊這邊出現什麼 第一個 of 7 所以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網頁裡面喔 總共有七個 七個表格標籤 那我目前是停在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在這裡啦 那你說第一個 第一個是不是我們要的 那當然啦 你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打開 第一個其實就是這個啦 那這個其實就是 為什麼剛剛是手機啦 你可以再把它展開啦 不過這個不是重點啦 反正第一個不是 那你就不管 那再來下一個 所以按這個上一下 下一個 下一個是不是我們要的 其實怎麼知道我們要的 其實你下一個 你看一下這邊會反 有點像 好像有一個陰影有沒有 有沒有 第3個 第4個是這個 是不是不是嗎 第5個是不是 你會發現 它第5個閃一下 那意思就是怎麼樣 就是第5個啦 所以有喔 第6個是不是 下一個 有沒有發現 第6個在下面這個 第7個 第7個 它好像沒什麼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下面這個 明明不是表格 它為什麼會把它當成表 跟各位講啦 其實喔 早期的網頁設計 那個表格是拿來排版用的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排版 它有時候就是 用表格的形態做區隔板塊 那比較新的那個網頁 就不用table了 那改了什麼 用DIV 所以你會發現有一些網頁 它裡面用DIV 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好 那我們大概知道了 這塊有沒有 這是我們要的 好 所以接下來的話 你就把這個數字填上去 所以喔 貼上範本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貼上網址 找到第幾個網頁 好了之後的話 執行看看 好把舊的資料先刪掉一下 然後如果假設我們可以把第一個page抓下來 那也就完成第一個步驟了 好 執行看看 有沒有看到 資料就下來了 那是不是這個5月2號的資料 沒錯 然後是不是它的號碼 也沒錯 特別號 那這個就一個頁面出現了 那你說 老師那我要第二頁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地方改成2 然後另外一個參數 range 這個參數叫designation designation就是 那你下改之後你要放哪裡 預設是A1 可是不對啊 如果你假設第二頁也放A1的話 它會怎麼樣 要不就把它覆蓋 不過啦 這邊應該會把它擠到右邊去 所以如果我在run它的話 你會發現 第二頁出現了 第一頁跑哪裡去了 你會發現 它會這樣子 這邊是原來的第一頁 第二頁就放這邊了 所以如果你再改3再執行 它又向右移動 所以如果1到70的話 那會變成怎麼樣 最右邊就是第一頁 最左邊就是70頁 那你說這是我們要的嗎 好像不是耶 如果這樣的話呢 那我要怎麼把它全部集結在一起 所以不對啊 應該怎麼做才對 應該是第一頁在這裡 第二頁把它擺在哪裡 擺在它的最下面嘛 所以我把這個清掉一下 所以這個 假如這個不OK 那我把它稍微改一下 index page 等於1嘛 然後呢 執行一下 OK之後的話 這邊Ctrl 向下 應該放哪裡呢 Range A92的位置才對 所以應該把Range A1改成92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參數 你就不能1啦 1的話就被擠過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再把它改成2 那這邊變成92嘛 上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邊又第二頁了 那第三頁的話 一樣感受向下 然後這邊再加183 不過你說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感覺好像也有比較快嗎 好像有快一點啦 變成說你就不用人工 Ctrl C Ctrl V 但是好像層次只有寫一半耶 所以呢 等一下喔 我們就要把它改成什麼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固定回圈 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怎麼 寫一個回圈嘛 for I 等於1到70 第二個的話 這個地方有沒有 那我怎麼知道 下一個應該在什麼位置 那我前面講過啦 可以感受向下 加1就好了 有沒有 那這樣不算 所以喔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把1到70頁 通通抓下來 第一個目標 請各位練習看看好了 我剛把它提示 第一個啦 就是你們看一下 雲端白白 第四頁 這邊看一下 第四頁 往下拉有沒有 這邊第四頁 OK 就這個範圍啦 那這個範圍你把它Ctrl C Ctrl V 記得喔 Sub到N Sub這邊 這個範圍 C Ctrl C Ctrl V 然後貼哪裡呢 貼這邊喔 有沒有那個 按個空白好了 因為怕按空白 你們到時候那個 會不知道這邊是不是要 就是把網址放這裡 然後把哪一個table放這裡 這個哪一個table喔 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我覺得這一招還滿好用的 就是先隨便找個地方啦 按右鍵檢查就對了 然後C Ctrl V 把這個標籤打上去 它會告訴你有幾個Match 那你可以從第一個、第二個去找 有沒有 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會 好 有沒有 第五個 那就把 把五填上去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